受到中國禁令的影響 這是北海道干貝首當其衝 造成有大量囤積是賣不出去的 連帶就拉低了 進口價格 熱氣震騰中 將好幾顆超大Size的干貝 加進滾燙湯頭裡 吃得到濃濃鮮甜海味 還有這一道 香腥嫩干貝 煎到金黃爽口又開胃 用料毫不手軟 用的全是北海道生死級干貝 越受到中國海鮮激利影響 囤貨都難銷 連帶讓進口價格較低 日本那邊有一些產量 產量比較多 可能也有政治的因素 所以產量變多 台灣價格也比較回 中國出手限制 打擊海產品出口 其中北海道干貝首當其衝 餐廳業者透露 以一盒一公斤生死級干貝來說 台灣進口價相較往年 下降一百元到兩百元 或者餐廳就連網路上 M級規格一盒二十六顆到三十顆的 干貝只要一千零八十元 相較美食賣炒 便宜超過五百元 時常從日本進口干貝的海產店業者 很有感 一年關係 所以日本生死級干貝 他就沒辦法過去 都來台灣 所以今年相較去年的價格 大概有在便宜 大概二到三成 雖說北海道對台進口價便宜較多 但實際比較 一般規格當地產地價一百顆四百五十日元 相當於一公斤新台幣九百六十元 再看看台灣進口批發價 一盒M級去年一公斤落在一千四百元到一千五百元左右 今年降到一千兩百元 相較產地價價格還是較高 業者觀察主要與關稅 運輸人力等成本有關 畢竟從日本當地季口除了運費關稅外 包含後續的拆貴拖車記錄等過程 都會牽動成本上升 難免出現價差 想吃高檔進口的生死級干貝 雖說當地價格下降 但還是得負擔必要成本 介紹英皇生全台幣怎麼懂 變成本相機 佩戴 歩戴 新柄 新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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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柏